这将我们重新回到PPT中 我们总结一下用到的设计模式 我们之前在一开始讲PPT的时候 也说过没有哪些 我们在这儿再总结一下 第一个是工厂模式 工厂模式呢 大家回顾一下自己写的代码 第一个是用Depart的时候 是工厂模式 这个大家应该不轻易一点就用到 也能想出来 还有一个就是创建商品 创建商品的时候呢 我们用到工厂模式 当时是怎么用的呢 就是因为商品它可能会有个折扣信息 对吧 这回信息中有逻辑要处理 所以说我们就在工厂函数里面 把这个逻辑处理 最终返回是这个商品的实例 单力模式 购物车 这个不用说了 对吧 当时我们是有一个cut的一个类 但是呢 我们没有直接去往外返回 我们返回的是一个 叫做getcut的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里面呢 就是返回这个购物车的单力 装饰器模式 就是单单统计 这个上一节我们刚刚讲过 而且我们手中写了一个 单单统计的一个装饰器函数 刮者模式 这个就不用说了 网页试键 click 然后promise 我们也是用了好多个 点点点什么的 这样逻辑来 获取数据的时候 状态模式 是天下的购物车 从购物车删除 这个我们也是花了 大约十分钟的时间来写代码 就是把那个state motion 那个工具拿过来 帮助我们来写 以及检定状态的变化 以及触发状态的 那个变化的逻辑等等 好 模板方法模式 这个呢 大家可以参考 每个class的 init函数 init函数 它其实就是一个 模板方法模式 它里面是一个 算法的一个股价 比如说init函数里面 我们先init 内容 再init按钮 然后再执行渲染 对吧 这种 我们在每一个class里面 都会用到 最后呢 是代理模式 就是这个 打折商品信息的处理 我们当时用了 那个proxy 来做的处理 我们之前也说过 就是这个例子的 代理模式的应用 不是那么严慈合缝的 完全满足 代理模式的 这个概念的定义 但是呢 通过这个满足 需求和代码编写上来说 或者说满足 这个实际原则来说 我觉得这个 应用是完全可以的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再对照代码 看一遍 我们先把代码都合上 我们按着看一遍 第一个是工厂模式 工厂模式 我们怎么用呢 第一个是这个 Gquarrer创建 这个Gquarrer实例的时候 这是用的工厂模式 对吧 这个虽然不是我们自己实现的 但是也是这儿用了 我们在讲工厂模式的时候呢 一开始也这么讲过 这是工厂模式 因为这个dollar就是个工厂函数 是吧 然后传入选择器 dollar是个工厂函数 传入选择器 这样的话就可以 返回一个Gquarrer的实例 这是工厂模式 第二个呢 就是在这个 例子里面 这个createitem里面 这个里面是个工厂函数 对吧 因为我们要做一个 打贷信息的处理 所以说我们处理完之后 再统一返回这个item 就是商品的这个实例 好 这是工厂模式 第二个呢 是单力模式 单力模式是购物车 大家可以看这个 getcut 虽然说我们真正的 这个class是个cut class 对吧 但是我们这个cut这个class呢 没有直接去往外 export 没有返回 我们返回的是什么呢 我们返回的是 getcut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也会返回一个函数 执行这个函数呢 就会返回这个单力 就是我们在商品的信息里面 运用到的cut 在显示购物车列表的时候 也运用到cut 这两个地方 虽然都运用到cut 但是它获取的cut 应该是一个单力 应该是同一个数据 就是不能是 分别处置化的实例 这样就不对了 这是单力模式 然后装饰器模式 装饰器模式呢 是在这个 打电筒记的时候 就是我们在item里面 先把这个合起来 item里面 我们天下的购物车和从沃尔删除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去打点 一个是add 一个是delete 这儿呢 我们是直接用了装饰器模式的 以及这个s7或s6装饰器的语法 当时我们是在这个util里面 有个log叫js 从这里面去定义的这个装饰器的函数 这是装饰器模式 然后呢 是代理模式 代理模式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 create.at里面 做这个折扣信息处理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原数据做了一个代理 如果是遇到名字 代理遇到名字 就给它加个折扣的一个文案 如果是代理遇到价格 就给它乘一个0.8倍 0.8倍 好 这是代理模式 还有观察者模式 观察者模式呢 我们在list里面 使用promise 这个fetch其实就是个promise 对吧 使用promise的时候 这.zen的一些监听 这就观察者模式 还有在这个下面 这也是.zen 以及呢 我们在item里面 按钮的这个click的一个事件的点击 这个本质上也是一个观察者模式 当然这个click在这儿也有 然后在这个购物车这个按钮里面 在这儿也有 对吧 然后是状态模式 状态模式 这个比较经典 就是在这个item里面 这个button item里面这个按钮 然后它的状态变化的时候 我们是用了这个state motion的 这个第三方的这个插件来做的 然后给它做这个变化的这个状态的这个转换 以及状态变化的这个监听 及这个触发状态变化的函数 都是通过这个 后来做的 这就是状态模式 模板方法模式呢 有很多种 比如说我们在item里面 这个init 它就是模板方法模式 就是我们在外面只需要获取init 然后呢 它就会自动的帮我们去执行 init,kinest,init,bassin,or,zvindor 这就是个算法的股价 然后我们把这个股价呢 给它抽象出来 作为一个统一的一个方法 好 这就是模板方法模式 OK 到此为止呢 我们索减的设计模式 和我们代码中的对应关系 都已经对应上了 这就是模板的股价 都已经对应该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